平時上節目不真心地說 我們會過濾一些不好的評價 過濾一些有用的 我們就去接受改進 但老實說這個節目說得真話 所有都說得 就是你看到那一刻就已經傷了 就已經很不開心 其實你是不可能繼續看下去 可能你們本身不太了解運動員這個行業 運動員真的不太容易做 所以都希望大家給多一點支持 還有多些包容 多些鼓勵 少些評極 沒錯 今天我們煮食的食材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煮食了 好 今天帶師兄朋友來了 又請到兩位很有份量的嘉賓 當然今天要他們自己介紹自己 第一位就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Color的Ivy 第二位就是 Hello 我是羽毛球運動員吳家朗 好 我很高興 你們今天可以來到我大師兄的廚房 還有可以煮幾道好的給你們吃 我知道你們很餓吃 很餓 我猜你們應該在家平日煮食 是的 因為煮飯給家人吃 還有弟弟吃 這麼厲害 吃一點點 不夠大師兄 那嘉朗呢 我平日煮的食材都叫做吃得樂譜 有時候去比賽 我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我會在酒店自己買些簡單的菜 有 我看到你煮pasta 是的 這些就是這些簡單的 上來當然要考你一點點的東西 看 桌上有個洋蔥 不是這個大蔥 最簡單的 煮食一定要用到 Ivy 可以 Ivy 大健身 試試吃洋蔥 選這個難度是高一點的洋蔥 小心手 沒有問題 我會被人罵 真的懂得 有些節奏 好的 好 到家朗了 這次到你切這個大蔥 炸刀不是這樣 我當作是羽毛球犯 最好呢 炸刀就是這樣 拿拿手在這裡 按住這裡 這樣控制刀就比較容易 要不然好像以前的手 慢一點 對啦 我背不起 你知道打羽毛球有多重要 今晚還有比賽 三文魚放鹽和胡椒粉醃15分鐘 煎香三文魚每邊煎約5分鐘上碟備用 用牛油下鑊 炒洋蔥炒至透明 下蒜頭再炒香 加少許麵粉 加白酒煮至乾少許 下油浸蕃茄炒1至2分鐘 加忌廉 加少許鹽調味 加急凍菠菜 加一個PARMASAN CHEESE 煮溶之後 加幾個三文芹 加少許PARES 雞腿去骨 切塊 加入薑片 紹興酒2茶匙 黑椒適量 白胡椒也是適量 1茶匙生粉 少許鹽 鹽 30分鐘 備用 開中火 下香油和芝麻油 煎香大蒜和薑片 轉大火 加入雞肉 一分鐘後再翻面 煎香兩邊 再加上準備好的調味料 有生抽2茶匙 砂糖1茶匙 花雕酒1茶匙 蠔油1茶匙 最後就加切好的大蔥粒 拌勻雞肉粒 完成後上碟 灑上少許芝麻 下蔥花就完成了 我們開飯了 我們開飯了 今天很開心 兩位可以上到我這個大聲朋友 首先我們乾杯 乾杯 乾杯 今天有兩個很特別的菜 剛剛我去完日本回來 就吃了一個很好吃的雞 回來這裡 今天煮了來分享給大家 這個京蔥燒雞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忌廉和芝士烏 加了菠菜的三文魚 你說你喜歡吃麵包 今天煮了一個蒜蓉包 好香 蒜蓉包也可以蘸醬汁吃 不如我們試一點好嗎 好 我不客氣了 好 幸好沒有失手 要不然我真的 被人笑 是不是你在日本吃到的味道 差不多 差不多 弄邊 很棒 好像叉燒一樣 叫弄邊 很重 不如鏡頭看看 邀請Ivy上來 其實不是我邀請你的 有一個人特別要求 說要邀請你上來 我也想問一下 加朗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其實我之前 都有看《全民造星》 我對Ivy的印象就是 她是一個很活潑開朗的一個人 然後又好像在她的女團裡面 經常都做一個開心果的角色 就是帶了很多正能量給其他的隊員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這次 可以和她一起做這個訪問 應該會有一個挺好的火花 你知道嗎 當時我問她 她說你可以選一個藝人 你想選誰 然後她說你的時候 我心想 咦 她說你知道 你快要結婚了 就來 她看前不知道 她很支持 很支持 已經拿正牌了 因為我也知道 她當然是很多人 男士的女神 是不是 你剛剛見完之後 有甚麼感覺 跟我想像中 都是一樣 對 好笑而已 沒有崩壞 那你呢 你對加朗的感覺如何 其實我追蹤了她的IG很多年 哇 很多年 因為15年的時候很出名 然後 後來也有看她不同的體育新聞 其實請了她是對的 因為她也有關注運動員 所以那時候 經理人跟我說 我們跟吳加朗吃飯 好開心 是代表香港的運動員 而且在國際賽事 拿到很好吃的運動員 一起吃飯 與有榮煙的感覺 你們都是 即是很多在觀眾的角度 都是透過一些新聞 或者電視媒體 去了解你們 Ibi 平時有沒有多的時間 去做其他事情 就算平時 不是那麼忙的生活 我都喜歡留在家 窄裡面 對 很窄的 然後我平時喜歡煮飯 嗯 還有我看動漫 你也會看動漫 我會 但我只是看別人說好看 例如最近看我的英雄學院 還有臉腳人 嘩 但我都會去做健身 有些朋友 通常都是去做健身 點對點 這個也是除了工作 之外其中一個可以 給自己鍛鍊一下的 額外的興趣 是啊 大郎呢 我其實 以前我是一個挺喜歡出街的人 即是那些滾街的人 我不是很喜歡室外活動 但是我會去 有空就去一下商場 逛街 但自從疫情之後 可能因為隔離多了 因為習慣了在房間裡 所以現在放假都寧願 在家裡 躺在床上 或者開過電視來看一下 看YouTube 那些來消磨時間 所以其實大家生活上 都離不開這些 即是很客氣 在家裡完全不想做其他 即是任何事情 其實你們都是很多人的偶像 那其實平時你們 有沒有一些怪癖 怪癖 怪癖 是啊 即是你們就知道 偶像在你面前 當然是很完美的 對不對 因為平時大家見我 都是會在球場上面 這個怪癖 就很難在球場體現出來 我覺得自己其實就是 有一點點強迫症 因為我很喜歡 將所有東西 一定要對得很整齊 即譬如像這一套東西 我都可能要 真的跟這個桌布的邊 是剛好好的對稱地擺 但在球場 因為在球場 就在打球 就顧不了那麼多東西 我正在想 你知道月木偶爾的球 不如是飛去 然後跌到處都是 躺躺 如果那個球 因為我們打 球一直會爛 然後我每次拿著球 我都會盡量掃到最新 才再開球打 嘩 這個也是一個真的癖好 也怪怪的 是啊 Ivy呢 好像覺得自己很怪 但是我吃東西 我一定要開著燈吃 我會見清楚 食物的顏色 所有東西我才會吃 因為我覺得閉著燈 或者很暗的地方吃東西 好像沒有那麼好吃 哦 即是如果去到一些 比較高級的餐廳 很暗的環境 可能 是啊 那你不是去逛間晚餐 那些嗎 你試過 沒有人請我去 是啊 大家聽著 沒有人請Ivy去 大家記住 人紅是非多 那心靈上 怎樣去面對 這些hater 去攻擊 或者評擊你們呢 心靈上 要找回我的隊友 哈哈 平時上節目呢 不真心這樣說 就說 我們會過濾一些不好的評價 過濾一些有用的呢 我們就去接受 去改進 但其實老實說 這個節目說得真話 所有都可以說的 就是你看到那一刻 其實就已經 啊 傷了 就是已經很不開心 其實你是不可能繼續看下去 那一刻的話 通常都是不看的 就真的要放下手機 是啦 之後就讓自己剩十幾秒 嗯 之後再放在心裏 再繼續做回要做的事 對 家朗呢 我一開始接收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我是會 立刻又不開心 又生氣 然後再看看 我就 會覺得 哦 得含笑而已 是啊 你們倆都是 對於這個問題 都是有自己的解決方法 但是如果我覺得 我遇到這個情況 我都會跟他們聊天 看到一個不好的留言 心裏都會有些少不舒服 我問為什麼他會這樣說我呢 我有試過 有些人說我不知道什麼 然後我直接看個訊息 我們可以私底下聊 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運動員是怎樣 我覺得你們兩位的運動 都好像是比較自己一個 所以我覺得很承受的事情 會 都是要獨立一點的 但是我自己很幸運 是有七個隊友 是的 他們是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處理的壓力上面 因為你跟家人聊天 就算你不要緊 你加油 即是說那麼多 你都不及那些隊友 在身邊 只是聽我的話 他們不用說任何話 可能一個擁抱 或者只是聽我的話 就已經覺得 會安心很多 即是我們會遇到 每個人都有些狀態不好的時候 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去處理呢 狀態不好 比較多可以分享 是前段 可能拍劇會比較長時間 嗯 其實好像很樂觀 經常笑 但是如果我狀態不好 或者真的感覺到有些事情 我就會自己躲在裡面 剩下自己一個 對 你們會怎樣 我小時候其實都是屬於那種 可能輸一場球 我就很自責 經常想著 為什麼我會輸 那就一直很糾結在這個問題上 但是慢慢 比賽經驗越來越多 就會跟自己說 其實人是沒有完美的嘛 總有高低起跌的時候 狀態 如果你要還可以繼續向前走 你是需要理性一點去看 輸了已經是發生了的事 那你只可以總結了自己在哪裡 做得不好 然後再放在下一場球 儘量避免被這個問題不要再發生 嗯 對 你們倆都總結了這件事 自己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比賽裡面 我遇到這個狀態不好 我會大喊 這些情況會經常發生 運動員是怎樣去調整那個士氣 就是喊是會令到你的人 那一刻發洩了一些壓力 你沒有了壓力 就很專注在比賽上 下次如果大家看到在片場上大喊 其實就是小倫教我的 她就說有壓力的時候 就在片場上大喊 即是如果IVY在跳舞的時候 即是你錯了 很多支持者 很多粉絲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你遇到這個情況 你自己會怎樣去處理 這個 我是現實中表演的時候 我沒有試過跳舞的step 或者歌詞 但是試過rehearsal rehearsal 我的同伴 即是Vinca 他們就會跟我說 你不用怕的 這個台是你的 你是主角 你跳什麼出來 什麼就對了 唱什麼出來 那一句就對了 他們那時候就交識了 Vinca就覺得對 因為別人不知道 你rehearsal是做了什麼 別人看就是 你台上表演的一分鐘 是做了什麼 他就以為是對的 加朗有沒有遇到 即是如果在比賽中遇到這個情況 你會 譬如斷了你的拍子 你會知道的 那枝很好用 大哥 很不信 突然不斷踏下邊 那怎樣去調整 我其實就跟你剛剛相反 我本身也是屬於內斂少少的人 然後呢 我就不會在場上大喊 但是呢 我會經常口喊喊的 其實呢 都是另類的提醒自己 但我只不過不是大喊 我是小聲 或者在心裡面跟自己說 其實可能是 甚至在罵自己也不出奇 但是總之就把那些東西 當刻就說了出來 那也是其中一個說法的方法 那其實呢 運動員和藝人 那條路都是很艱辛的 其實在過程中 你有沒有想過放棄 這個問題其實 我自己呢 經常都想的 但是呢 睡醒後繼續繼續 那想聽一下你們的意見 那時候家人也是不支持我去玩造成的 之後 後來就給自己 一年時間去試一下 不行就回去讀書 那最後 那時候都拼了 那就去到現在 那我現在就會想起 那時候 我用了這麼大的勇氣 信心去開始這條路 那我是不是真的 現在要放棄呢 但是很有趣的 你自己沒有放棄呢 其他人會不斷叫你放棄的 你在做什麼啊 你走啦 你退出啦 很多這些聲音 會不斷對你說 但是就會明白 你付出了這麼多 對 付出了這麼多 是什麼令你開始這條路的 那就繼續走下去 Hello 我做了十年運動員 其實當中 都是有無數次是想放棄的 因為呢 剛剛我說 自己小時候 打得不好一次比賽 就很轉牛角尖 那基本上每次轉牛角尖 你就覺得 不如放棄吧 我回去讀書 可能安安穩穩的 可能我更開心 更多時間玩 每次當我這個念頭 那個腦裡面 有魔鬼和天使 互相對抗 魔鬼叫我放棄的時候 突然間 這個天使就會出來 就是說 你就試一下吧 你試一下放棄 看看你會不會 我保證你一個禮拜之後 你已經後悔 因為其實遠無求 是我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的一件事 那如果你這麼輕易就放棄了 然後你 可能找不到一個 你這麼喜歡做的事情 那我們做運動員 很大機會是 退出了就回不了 進去再做運動員 那機會只有一次 那你一錯失了 你就可能會一輩子後悔 是 如果放棄了一件事 就回不了頭 其實我自己跟你很相似 我是讀書的時候 就去中學畢業之後 然後我跟爸爸說 我想做全職運動員 就是他沒有可能的事情 然後我甚至跟他吵到 最後我是離家出走的 後來就是有個很簡單 跟他談 我說不如你給我兩年時間去試一下 如果我兩年時間 我拿不到這個成績的時候 我就放棄了 他們後來都釋懷了 就是讓我去試 誰知道 真的很幸運 我在那兩年裡 拿到成績回來 證明給他們看 他覺得還可以 當我去到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都會聽到很多聲音 跟我說你放棄吧 沒有玩 你這麼大年紀都玩了 為什麼呢 2011奧運之前 我本身已經退役 後來我又回來 最後我去到奧運 也見證到我們的隊 可以拿到奧運 其實有時候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這麼喜歡 你堅持了這麼多年 你去到這個時刻 你放棄了 你什麼都沒有 去到一個時刻 是說 這個運動找不找到 其實我們已經忘記了 找不找到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我是真的努力了多少 我得到的是多少 所以繼續堅持 是因為有原因的 還有很多時候 在你最想放棄的時候 其實就是差了一點 你就去到成功的那個 是啊 然後就是看看你 過不過這些關 可能其實真的 那天要考考你 可不可以 頂到 用意志來 頂得住那個難關 然後他就會 讓你再上一個級別 既然大師兄 都一直在奮鬥 還有他最後 真的可以追逐到 他想要的目標 我作為後輩 所以我更加沒有藉口 不去努力 如果用一個動物 去給予你自己 你們會用什麼動物 去形容自己 我想那樣東西 它不是真的動物 但我講出來 大家都一定聽過 我會用 披著羊皮的狼 來形容我自己 嘩 首先大家聽到 這些生物 都會有一個 不太好的印象 應該 我很多的朋友 甚至教練 我身邊的人 都會覺得我 走出來比較 溫順一點 好像 好 friendly 或者 沒有什麼 殺傷力 但其實 我做運動員 我一定會有我的野心 我追求的東西 就好像 當我追求我的成績 我就好像一隻狼 真的 看著成績 我就一定要得到 它窮追猛打 因為我們運動員 不只是一面那麼單純 其實另一面 其實我們的野心也很大 因為你沒有這個野心 你就真的去不到那個位 我會形容自己是 其實我覺得很難 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 都幾多不同 面貌的人 可能是 我家裡的貓 大家都不認識我家裡的貓 可以 和人玩得很開心 但都會有很安靜的一面 但都會喜歡 和大家吃飯 聊聊天 都會有開心的一面 所以都 可能是貓 寸請 對 不理你了 即是被人感覺很舒服 很舒服 但他又是 可能和你玩起來很開心 跳來跳去 即是除了現在你們在做這個職業 有沒有想嘗試去做其他職業 我以前是做學生 之後我就試過很多不同的工作 其實 中文的時候都是適應 之後 你去做C 想像不到 之後又做過本集老師 又做過A字頭的Carnival 所以 是 都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 但如果我現在想嘗試 我想去做殯儀業 嘩 嘩 嘩 這個 我調出了整個 很驚訝 完全是一個想不到的 即是沒有人想到的行業 對 因為我之前做護士 我覺得 老人院那一陣子 我是看得最多人生八態的感覺 我看到一些家人 對老人家是什麼態度呢 老人家走的時候 有些人是家人陪 有些人是自己一個的 我看到這些令我反思了很多 因為你 很大 一個跳出的框架 有點遠 完全是很遠的 但你知不知道我感覺到這些 我感覺不到的 我感覺不到的 我的羊條很重 我有時會感受到的 是的 你做的時候有沒有試過 我沒有 那麼厲害 那你很好 而且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會很壞 不會的 都是身邊的人 其實也很好吃 我有時會感覺到他們 今天這個頻道 安全 很多人在這裡 不用怕 什麼人 什麼人 我數到大概10個左右 為什麼會萌生這個念頭呢 是我有follow一個IG的page 他是一個做遺物處理 現場的家 或者遺物 有時候會看到他 post一些遺書 為什麼會選擇死亡呢 就是有些不是自然死亡 聽到這些故事 會有很多感觸 到底一個老人家 為什麼走到最後 都會選擇自殺呢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你之前做護士 你都會 真的見到很多生老病死 我反而會 回家搭車那段路 我會想很多 想完之後回到家 也會的 有時候有時候 有外婆很疼我 然後他就 但是最後就走了 但想到最後 總結都是珍惜 其實去到最後 所有事情 其實都不是理所當然 看到這些事情 會令我更加感恩的時候 然後我就 如果併業業 可以多看一些 再沉重一點的事情 可能再會有另一種反思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明泰 這個IG page 教育呢 教育呢 我人生只做了一個行業 就是運動員 哇 好專欣啊 但是我其實有一件事 是挺想做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正式的 這一種行業 就是我想做 給別人做樹洞的一個角色 他們生活上可能真的 剛好遇到低潮 或者很多煩惱的事的時候 他們找不到人 可以跟他們談的時候 我就做那個人去 給他們一個渠道 我知道 做社工就騙你了 是 沒有社會 因為我覺得其實 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但是 有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 可以放得開 跟身邊的人 坦誠地說出來 通常這些都是 找一個陌生人說 是最安全的 既然我又可以幫到人 然後我又可以 擴闊一下自己的眼界 在社會上 其實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好 今天我們劍尖問題又來了 如果有機會給你個人發展 你會不會想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好像出到現在都很多人問 就算我們現在 可能有些人唱歌更厲害 有些人去了拍劇 拍戲 其實雖然好像是個人發展 但是我覺得 掛著COLA的名字 去做這件事 其實我是很開心 因為那是一個COLA 女團成員的Ivy 去做這件事 就代表我們其實 團裡面有很多 各項都發展得很好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 對COLA 或者對我自己來講 都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所以沒有說 一定要撕掉COLA 我才可以去演戲 又不是的 最怕有這個想法 因為會失落 團隊裡面 我們打團隊 如果我是第四隻腳 如果我拖後腿 會影響了隊的時候 這種感覺是會有的 這種感覺是比較強烈 比互相更強烈 是嗎 我跟你說 我就是想要問你這個問題 但當你去到某個過程 就發覺 突然一個彈出來 一個彈後 一個彈出來 就算你不想 你的隊友也會想 因為大家 這個時候 都對COLA 有一個很重的鬼屬感的時候 那個拖後腿的心態 是再強烈過 誰比較紅 誰比較彈出來 反而這種感覺 譬如我跳舞比較厚 其實有時候會跟 跳舞比較弱 那幾個 我們就一起加油 頂著我們一起練 這種 沒有拖後腿的感覺 就會 令我們的Bonding 更加好 即是互相學習 可以這樣說 你們的隊伍裡面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強項 如果唱歌、跳舞和演戲 兩者之間選擇 你們會選擇哪一方面 很難選擇 其實可以同時張騰 對 你選擇 這刻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 差不多最後 對 17日 要我來選擇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演戲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是對 在前面我出到10個月來 經歷很大的影響 因為 其他人的評論 的確是會影響你 是的 我暫時演戲 沒有受過觀眾的評論 我暫時沒有那麼害怕 所以我會先選擇演戲 老實說 我要我獨立 或者 只是專注 不能選擇其他 只是唱歌、跳舞 其實我有點害怕 現在來說 即是在這10個月 除了你們的團團的表演 或者唱歌之外 演戲那方面 有沒有什麼作品 可以讓大家看見 這個幾次出的 我們呢 Viu前面有一個節目巡禮 就出了我和 《湯力恆仔》的一套劇 叫做《和解在後》 大家到時可以留意一下 我的出道作 即是有什麼分別 跟支持我們 甚至是抽情我們 一些人說 即是 又要跟他們聊聊天 是的 又來了 那我首先 跟支持我們的人說 其實運動員 這個行業 是很需要 球迷的支持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譬如打比賽 球場裡面 多我們的支持者 我們的擁躉 的確是會 可能打高幾班球都不定 還有自己走出來的 信心已經不同 一直以來 都很感謝我的支持者 一直撐著我 會令我更加多的動力 去繼續練球和比賽 那 我也想和 抽情我們運動員的人 說 可能你們本身 不是太了解 運動員這個行業 運動員真的 不是那麼容易做 所以 都希望大家 給多一點支持 還有多一點包容 多一點鼓勵 少一點抨擊 沒錯 是贏了當然 個人開心 但我們的榮譽 是會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好 多謝兩位嘉賓 來和大師兄朋友 來這個節目分享 想了解更多節目的內容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打招呼